我背了眼神 我背了眼神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睽違一年八个月 MP魔幻力量 终于带着他们的第四张专辑战神 与大家见面 八篇记者会上 唱片公司寄出最真实的考验 现场破例 开放百位粉丝 打造小型Live Show 这是为了让MP感受 首度听见新歌的粉丝与媒体 会给予什么样的反应 我还是爱神 对音乐追求高度品质的MP 不但琢磨与创作 就练新专辑的母带后制 更分别送往美国与韩国处理 而问到团员中 谁对音乐最龟毛 也意外掀开 主唱婷婷固人院的一面 谁特别的龟毛啊 我自己自己 其实自己不太好讲自己 我觉得是婷婷吧 因为其实她在制作期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录完 会传demo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其实我最害怕 就是接到婷婷的电话 所以一开始她是找个 没开 然后找不到就开始找其他团员 所以其实专辑做到后面 大家都是不接婷婷的电话 后来我们就自己开了一个群组 就没有差点了 一直都蛮够了 没有啦 我觉得那就是大家都 对作品的要求 更新打造音乐作品的MP 演艺成绩越来越耀眼 日前跟受邀参加日本 最大音乐机Summer Sonic 与FT Island CM Blue等国际乐团同台演出 这次去Summer Sonic 算是对MP一个新的体验 那可是在那边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人听过的 然后也没有人听过你们的歌 然后你在那边的话 大家唯一的共同那种默契 真的就是纯粹的音乐跟台上的美 我觉得唯一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一刚到日本 就有日本的歌迷来接集 对 然后准备那种算是应援的毛巾 然后其实那时候只在台上 然后看到下面有大家 有日本的歌迷去的那种大部层 其实心里就安心了一半 越来越有天管七世的MP魔幻力量 全新专辑战神 再度让歌迷惊艳 有机会一定要细细聆听这张作品 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成长与转变咯